《海角发射中心》 余太太 欢迎到海角发射中心 来看三十八岁的我 如果你下半年 不打算接系的话 要不要考虑 跟余老师要个孩子呀 这样考虑的 她想要个女儿 真的 喂 喂 我正和林姐说到你呢 说什么 说你想妖怪女儿 说你看剧本的时候问我 为什么设定男人只有二十五岁 你等一下 余老师 对不起啊 我以后帮她接系的时候 一定会注意这一点的啊 你放心啊 我跟晶晶我们闹玩的 余老师 你放心 男儿和没有你帅的 可是她只有二十五岁啊 瞧晶晶 好 你等一下 等一下啊 跟你开玩笑呢 你吃饭了吗 吃完了 对了 刚刚在食堂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还在我前面两个小姑娘 是其他所的 我听见她们的讨论吗 你都有粉丝了 你跟我炫耀啊 我怎么会找你需要粉丝 我今天有一个小姑娘说 她对我幻灭了 你干嘛了 你让人家都对你幻灭了 她这么说的 今天在会议室外 碰见了余总 没想到余总 看上去那么学术的一个人 手机桌面 居然是女明星 幸好她跟我接触不多 不然她会发现 这个女明星的照片 我还是一周一换 我觉得这两个小姑娘 以前上学的时候 已经特别认真 从来都不挽住八卦新闻 后来呢 你有跟她们解释吗 本来就算了 但是呢 又觉得自己的形象不能受损 正好吃完饭 再懵懵碰见她们 我会跟她们说 手机桌面 是我老婆 余总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但是她们好像 不太相信的样子 所以 你要不要帮我证明一下 你要我怎么证明啊 发微博吗 那都不用 或许 可以给我来探个班 顺便看个火箭发射 你的戏鱼 不是快杀青了吗 妈 我 我真的可以去吗 GD最近几个月 一直在举办 航天家属看航天的谈班活动 我每次都报名 第五次 终于被抽中了 可以吗 我能去发射中心谈班吗 余太太 欢迎到海角发射中心 来看三十八岁的我 马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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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